确定不会带走的吧 因为社区里出现疫情 而必须接受集中隔离 出门前江西上饶这名女子 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自己的爱犬 让她没想到的是 几个小时后 竟然从网络摄影机看到 这名身穿防护衣的人 带着铁棍跟塑胶带 走进自己家里 事件曝光后 引发大陆网民群情激愤 隔离宠物犬被扑杀 这个关键字登上网络热搜榜首 海外人发现这并非个案 而是整座社区所有猫狗都被扑杀 迫于压力 当地官方才回应 说这叫无害化处理 只是防疫人员缺乏沟通 已经调职处分 当时来不及处理家养的猫 那么我们民警发现了以后 给它喂矿泉水 疫情期间 大陆各地频繁出现社区封闭 所有人必须接受集中隔离的情形 几个月前北京还宣布 有宠物的家庭可以留一个人在家照顾 反观这次粗暴的方式 就有大陆网民痛批 是对公民权的漠视 打着防疫的旗帜 为所欲为 TVH1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